李亞平走出愛女靈堂 情緒難以平復 需要愉怨其老公搗扶 于天離開靈堂時 也透露舉辦告別式的時間 下禮拜一 我們現在去看 看她住的家 談到二姐忍不住眼眶泛紅 二十二號下午 包含于怨喜的女兒樂樂 也都來陪伴媽媽 立法院院長游錫坤 也前來致意 余怨喜的嬸嬸自身藝人季寶如 接受媒體訪問時也哽咽 認為侄女已經打過美好的一仗 余怨喜靈堂布置也曝光 依照笑得燦爛 外加純白的花環繞 余怨喜曾說過 希望大家遇到困難 能擁有勇敢的心去面對 她抗癌艱辛 如今不再有痛苦 在天堂做最溫暖的天使 華視新聞 林立廷理事件 SNG小組 台北報導